你们见过财神爷显灵吗 只见散财童子双手一挥 红包雨就哗啦啦地落了下来 在场的幸运观众赶紧拼起了手术 只有一个老实人被吓坏了 殊不知这正是财神爷的考验 就是要帮最不贪财的人发财 老实人名叫王七 他和同乡沈桂是两个实打实的穷光蛋 别人拜财神都准备贡品 只有他们俩空着手就来了 于是沈桂动起了歪心思 准让你发财 他忽悠王七拿出祖传玉佩 打着帮忙置搬贡品的幌子 实则转头就揣进了自己腰包 正好这时迎面来了个送珠的伙计 他顺势假装帮忙抬进庙里 王七感动极了 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傻小子 财神看中了他的憨厚老实 但劲宝却更看好精明的沈桂 这种人你给他一块 他就会变出十块 财神就是要帮这样的人 财神听了差点没被气死 沈桂不仅贪财还欺骗兄弟 这种人绝不能帮 但宝妹也不甘示弱 沈桂应该说是比较精明啊 精明的人才能发财 重拾什么 重拾就等一份 怎么能帮更人呢 于是两人决定打一个赌 各给王七和沈桂一百两 三个月内 看他们谁能赚来更多的银子 赌什么呀 你说赌什么呀 如果我赢了 还是爷债我当 老爷他夜心不小啊 宝妹你 好 说如果你输了呢 如果我输了 我就变为凡人 永不升天 那好 我来当证人 三人机长为室 摇身变成凡人模样 分头开展起了 各自的富豪养成计划 适应 我必须说你